啊 希望 你们不要听到 让我隔天听到偶一就好了 这个隔天早上就听到救护车 没想到一语成称 河豚宴的时候他也在场 因为不管吃剩余片 所以参加了聚餐 但是没有吃 离开前还说 明天不要让我听到 偶一偶一就好 没想到真的出事了 他就住在附近 白天还来过 想要帮忙 也看到了料理前的河豚 救护车真的来了 女性邻居上车 抱着垃圾桶想呕吐 后来还拉着救护人员说 他手麻没力 同时送医的还有这名谢姓男子 拿了东西给家人 回头上救护车 手脚都麻痹了 就是他发现厨师倒在屋内断气 小吃店拉起了封锁线 红杏厨师一人独居 天亮之后 一起吃河豚宴的人 觉得不舒服 互相联系 也提醒要去看看厨师 谢姓男子设法进入 发现厨师躺在地上身亡 供餐的人陆续就医都已经出院 邻居说他们看来都好了 已经出门去工作 他们回来的时候精神都很好 因为他们是在医院观察了 应该是算12个小时了吧 当时厨师料理河豚 呼朋引伴共享 跟好友邻居说 鸡龙的朋友寄来的 警方在屋内找到了送货单 联络到寄货的人 同一批寄来的海鲜 除了河豚还有花枝 鸿杏厨师可能有之前料理经验 自信没有问题 但是却出事了 昨天已经把检体送到台北的昆阳实验室 做相关的化验 依据食药署统计 近五年来 因为吃到河豚造成中毒案件 109年也曾接获通报 民众自行捕捞河豚 煮来吃两人中毒获救 这是五年来第二例